各位观众好,又回到午夜广场的《历史是这样》 今晚的题目就是《突入空门问府空》 听这个宗教味道有佛教意味的题目 就知道我们今晚讲的是与佛教相关的话题 为了你说的,除了我、加齐和小毛之外 我还请了佛教研究的学者和专家李君杰博士 君杰你好,我们应该叫你Suga 我叫Suga,即是糖那样 因为我的名字是印尼名字,叫Sugan 这些同学就叫不到,所以不如叫Suga 你的同学包括我再来 我常常说,你有一杯水,我的手就会变甜了 他整个名字是Suga Mutomo 像日文名字,不过是美丽不会 日本朋友说没有这个名字,不好意思 那整个节目都可以叫Suga,可以吗 可以 有声音乐 今晚我们讲的题目是跟佛教有关 其实我们未来这两个星期都会讲佛教和道教的话题 加上上季基督教的课题 其实我们一直想做的就是宗教 就是各种宗教和中国或东亚之间各种各样的连结 我们希望在这个话题上能够讲多些 特别不论宗教如何在历史上产生一些作用 因为那些作用可能就这样是看不到的 没错,我们刚才一开始聊天时都讲到 比如人工智能取代人类的话题,讲笑 不过我们会想起就是如果人工智能 真的好像人类那样诞生 他真的有自我意识和自觉的话 可能他第一个问题会问的就是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我为什么存在 我为什么会来,我要去哪里 或者我为什么我要努动,为什么我要思考 可能这些问题就是世间各种各样的宗教都会解答的问题 那为什么我们要尝试在历史或历史的影响里面 宗教永远都会存在呢? 可能就是因为宗教处理的就是我们这一类型的大灾民 亦都是不同古今各种各样的人都会处理的问题 那我们这次就由佛教开始了 那输教很特别的,输教他的博士 就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拿的 在世界宗教研究所 那他为什么会走上研究佛教的路呢? 那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之前在香港佛教联合会 做了比较长的时间 都已经十年了 那我另外有个身份就是怎么说 我代表佛教作为秘书 参加了六宗教领袖作谈会 那和香港的主流宗教的领袖 其实有些交流和对话 所以都和宗教有缘 那是很对的,因为我们都知道 其实宗教最主要应该是解决人生意义的问题 甚至可以再进一步了解宇宙起源 和我们和这个世界之间的关联 那Suga他的工作的经历就很对 因为他真的除了是佛教的研究者之外 他还可以经常接触到其他宗教的领袖 所以人应该会有很多的面相 很多切入点可以带给我们 其实特别是在中国宗教的层面 是有不同的宗教,比如佛道之间 不想交流,其实两者之间会成人 所以有对方可能才有自己 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来自唐朝大诗人百居易的 一首叫母题的诗 整个诗是突入空门问苦空 蓋章禅士问禅欲 去到寺院里面就和一些禅僧来讨论 但是后面那两句我都很精彩 为当梦是浮生时 究竟是我们人生里面的一件事 或者是最后一句 为伏浮生在梦中 那我们是不是在一段梦里面的事梦中 即是在梦里面 我觉得梦、苦、空 这些东西在中国文化里面 是一个很新的概念 在魏晋或者按照汉朝 佛教传入之后 就是将这些这样的 譬如可能对于空苦 为什麽人生这麽苦难 就是我们怎麽可以进入空门的境界 以及将那个时间的元素 加入在我们中国文化讨论里面 我不是说中国文化原本都没有那些东西 但佛教很强调那些问题 特别是不同的时代 我们在中间人生究竟是什麽的角色 即是究竟我们人生是不是一个梦 是的 时光、时间、那个撒拿 在唐诗里面很明显就是 有跟以前的不同的突破 而且一起令他感迷人 或者有感慨的就是 八九月那个所谓圣堂的气象 以及他见证 即是安市中间种种的无难 搞错那个时代 一讲到圣堂气象的时候 其实里面很多的元素 都跟宗教有关系 很多跟佛教有关系 之后我们下星期会再讲到 那这些宗教的部分 其实讲到跟唐朝 一定是很多宗教大圣的部分 但是佛教在中国 一佛教来中国 是不是就是唐朝开始的呢 应该就不是的 不是的 因为最早的 其实经典所在就是东汉 东汉帝那时候 话说就是皇帝 蒙建有个西边有个金人 接着就传了进来 但其实根据许卓云教授 他写了一本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其实当时是在文间 或者说西北的 就是在中国的西北 其实当时我们讲 很多西湖诸葛 或者沐湖的诸葛 其实就是西湖诸葛 其实很多时候 这些叫做外来的思想 其实传入 这个为什么在历史上 佛教的传入 为什么说得这么重要呢 因为如果我们 从中国历史宏观去看 第一个外来的文化 入来中国就是说佛教 第二次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名称当时 基督教的传入 第一次佛教外来的传入 其实你会见到 在危众南北朝 中间这三百年 跌跌荡荡 既是比辱家文化 你好像有个图表 有个时间线 没错 没错 整体其实你会发觉 那个牵连很漫长的一个时候 没错 这个就是我们见到的图表 其实就是 你见到就是东汉 汉 接着就是三个国家 三国魏淑吴 接着就是魏晋南北朝 变成了南朝 宋齐良辰 北朝 即每一个朝代都有佛教的身份 没错 其实两边 就是我们说平衡时空 其实那个政权 无论是皇帝也好 上层的士大夫也好 甚至乎去到民间的社会 佛教的影响力 在这三百年 其实是慢慢滲透 亦都是对整个 整个中国社会 其实影响很大 最厉害的 无论是北方建立的 那些外族建立的 那些皇朝 南方的所谓南朝 汉人的为主的政权 他们都是非常崇拜佛教 没错 没错 所以我想其实是 除了是宗教层面 更加影响到 这个很动荡的三百年里面 可能是文学 刚才卓延提到 艺术 就是我们可能看到佛寺 佛塔 就是那些佛徒 还有那些造像 就是一些很重要的雕像 都可以说奠定了 中国文化的底蕴 不过我想 我们进去 我们今天有题 有虎有空 佛教的教义 当然是和虎有关 就是我们会知道有四题 就是虎集灭道 那我们会知道究竟 佛教徒是怎么看人间的 人世间最重要的关键就是 我们要了解虎究竟是什么 然后我们就顺着我们的修为 顺向这个裂盘之道 有佛教有分大乘小乘 有自我的超脱 还有一个普道众生的志向 我们知道中国的佛教 主要就是一个叫北传 就是由这个在中亚那边进来 刚才书尔教都说了 有这个西围 也都有南传的佛教 可能入东南亚 对东南亚影响比较大 也都影响到今天中南半岛的一些国家 比如说柬埔寨 老窩 缅甸等等 他们可能呈现的面相 应该是倾向比较小乘 少少少的 那越南今天我们都会 标签为大乘 是不是 就是大乘者 就可能和世界的关联 会比较密切 就是这方面 我想书教可能可以说多些 另外就是个空 空就可能是佛教的功用 对不对 就是我们了解了人生是苦 那我们跟着下来 我们怎样导致到这个宗教理念 可以对我们人生的生命有一个积极的影响 可能就是空在这里 就是我想大家都做学术的研究 我们经常都会含有一些很强的执念 就是会向我们写论文 或者我们处理我们的职业生涯 就是我们的career 我们怎样去铺设呢 其实都会有很多执念在这里 所以我觉得其实 特别是近些 我自己 近些几年 因为可能在仕途上面的发展 各样呢 会特别去强调过空 对自己的人生的重要性 就是有些我们真的要放下 而且特别要珍惜我们放空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佛教 除了一种宗教 更加带来一种很哲学反省的意味 容让我们可以有 对我们自己人生 整个感召 有很丰富的一种联系 就是佛教能对每一个阶层 可能都有各种不同的影响的面相 如果你说就是 一会儿可能李教授 李博士可以再讲得多一点 但我们譬如 讲到印度起点 我们通常都会讲到 佛教的起点 跟婆罗门教有关系 他作为一个创新 反省改革婆罗门教里面的柳杂 他怎样重视普通人之间的事情 那这些东西是很得到 当时印度内部本身的 就是不同的普通人的一个起岸 所以他那个传播 他的起点 其实有一个革新精神的美貌 是在里面 那这些其实都是佛教的起点里面 好的这些部分 为什麽都大家坚持去传达 那作为一个新兴的宗教 他传播得都很快 和很顺利 在一个东亚的范围里面 很快已经是 在不同的周边都在 那一会儿 比如说小牧 我说不说韩国的祖宗教 很快已经全都去做过 所以代表着佛教 为什麽他有一个印度本土的宗教 而很快已经成为了一个 亚洲和世界形态的一个宗教 那这些部分都是很有趣 和很特别的一个情况 可能插一句 其实我们有时讲佛教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 佛教其实里面包含着不同的宗派 不同的宗派 它里面可能对于教义的理解 对于可能一些佛教的重点 譬如怎样脱离苦海的方法 人生死了之后 究竟理想的境界去到哪里 究竟去到一个浪生的天堂 或者去一个殖滅的境界 而全部都 就是不同的宗派里面 都有些很不同的看法 我们可能稍后请书教 可以和我们多些介绍一下 因为我们有时可能今时今日 理解佛教 很多都是从禅宗的角度 或者是政府宗的角度 就是理解 可能俗一些人 普通人就是正土 但是可能知识分子 就是教会经过禅宗 例如小慕那些空明的境界 不需要知识分子 不需要我黄禅 我主要是不需要读书 你不需要全部接受佛套 整套系统宗教 但是你可能接受 禅宗里面某些思考方式 某些生活 就已经是佛教影响着我们 第一个问题想请教阿Suga 其实中国接受佛教里面 以你的研究 其实有什么是重要的人 就是作为统治家层 知识分子 他们扮演的角色 其实很重要 因为知识分子 其实他是最初接触佛教 那时候 其实肯定是进南北朝 大家都知道 那时候 应该你最喜欢的就是清谈 清谈 其实好像这个节目这样 大家只说 说话 吹水 清谈 我想你都知道 其实当时 因为当时的政局 其实皇帝很猜忌 其实会杀很多人 那你拉帮结派 最好就不要说政治 是吧 就是等于我们 就是怎么说 为了叫明节保身 那些士大夫 是什么 放浪形下 狂妄 很有智慧 就只说 这些这么有趣的话 没错 所以我们下一节 可以再跟大家讲 我们可以将这杯空的水 好像加一些Suga 看不到又看得到 下一节继续 各位好 回到第二节的歷史 是这样 我们继续请Suga 跟我们说 魏晋清谈 和佛教的传日有什么关系 好啊 其实我们看一个图 其实这个我觉得 挺像我们现在的 现代版清谈 有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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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你一会儿 因为为什么 所谓的清谈 其实当时很重要 中古时候的中国 这幅是孙为错 不是 这个图 其实我网上登录了 但是 这个图其实 它有问题 其实为什么要摆出来 就是有问题 为什么呢 当时的清谈 其实我们 经常都想 竹林七言 小毛应该最喜欢 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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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生活形式 但是当时的清谈 其实是一个智力游戏 亦是一个社交游戏 试过有人 据细说声说 因为清谈 讲讲讲 最后第二 死了都有 你想想这个清谈 就不像刚才 我的图 那么轻松 他怎么死的 他怎么死的 就是说完之后 接着第二就死了 就是说太过容量 耗尽整个人的续力 耗尽整个人的你想干出 这是个作用的 最初不是一个放松的过程 大海 不是一个关心的过程 不是一个放松的过程 我们这个는放松的 我不想弄清楚 我们很放松 是吧 因为我们怎么说,清谈在当时来说,其实是一些事人,他其实是在讲一些人生,讲宇宙,讲哲理,但是怎么说,他有标准的,就是怎么说,你要讲的措辞要很有,就是厌厉,第二,你的内容也都要有推陈出身,第三,一是你讲话就是很简约的,很重要点的,第四,一是你就是怎么说,你可以用另一个人, 另外一些新的角度去理解一些新的事情,所以他的形式也都多元化,有时就是一个人讲,要不然就两个人讲,两个人讲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没有观众,只有两个人讲的,另一种就是两个观众,但是下面有人看着你们讲,另一种挺像我们现在的,就是多人去讲,就好像我们如果讲大学,第三种就好像セミナー,就是大家这样,或者是叫Tutorial,大家有东西讲, 我觉得,为什么要讲清谈呢,因为跟我们这个节目都很相似,还有我想想想,其实西方都好像有沙龙,我们有看一看地图,这个图我看在网上下载下来的,我想想想,西方是沙龙,我们现在说什么文化沙龙,整天的语言都有这种东西,其实是怎么样的呢, 我发觉原来,我发觉原来,原来,他这个字,沙龙,原来是意大利文来的,原来是一个恶室,原来是女士讲的,但是了解图又不似的,就是有男有女,很明显,西方最初的时候,讲的是17世纪,其实他的做法或者形式,跟中国又很不同, 但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又同意,西方你看到的图,就是最原本的,亦都是很不同的图像来的,所以我觉得是很有趣的,就是这个,如果你去比较一下,中国的清谈,西方的沙龙,去到现在我们现在讲的那些,就是叫做龙门阵也好,或者是我们这些节目,都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说的,没错了, 那这个很有趣的,是的,你想想一下,刚才我举那两个例子,清谈也好,沙龙也好,做的事都是一些很离地的事情,就是我们谈清谈,清的,千万不要讲世间的一些实事,俗所讲的命理,讲人性,那种不同的东西,沙龙我们讲艺术,讲绘画,讲音乐,我们今晚来聊天,就是谈一些这样的事情,但是背后呢有千丝万的各种会洋权的关系,所以清谈清死人,或者清谈有些人, 就是能得到很高的评价,是吧,危尽有高的评价,没错,就有很好的人,我们今天呢,讲我们可能清谈的说吹水,其实吹水怎么来的呢,吹水好像很,我大学那时候那些同学说吹水,是有些俗的,这个说法,但是我看的估值多,我最早见到吹水是在明朝末年,有个人的名叫吹水岩,吹水岩,就是一阵岩的,红岩的,这样就是这个,那个人是雅浩来的,被人这样叫他,就是他那时候已经整天吹水岩, 但是吹水,我觉得那个感觉就是吹咒一词,吹水,但是可能就是比较原虚一些,或者是淡而无味,但是就可能很重要,很实际的事情,我觉得就跟,刚才大家讲到沙龙,讲到医众的清谈,其实都有一些共同点,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是它有不同的,有共同,共同点都是有很多女士的参与,就是无论在医众的清谈里面,我都见到, 不只是限于男人的世界,那女士的参与,想起什么呢,我想起就是,佛教的传入,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跟女士很有关系,我可能会再讲多一点,但是整个游戏,或者整个可能是智力要付出很多的交谈的机会,其实是怎么说呢,就是男男女女可能就是在一个打破,就是女士可以参与当中,就打破了很多礼教的革命, 打破了很多可能是,我们只是限制于瑜伽的世界,我想小牧最喜欢的危险原因,都是那帮人,或者那帮友,很认真地玩,真的要玩到那个状态,不认真地玩,有一个沽冕堂皇的理由,就是要逃避这个战和,政治腐败,社会那些各种的规范,然后容量我们可以有个放空的心态,所以我想佛家那个本身的主旨,就是他讲到社会, 就是说到世界可能是,或者我们人生是有苦的,的因在那里,然后我们面对这种苦,我们怎样去应对,就是跟我们在探索艺企的环境是有很密切的关系,佛教是传入中国,那跟艺企的清谈之间的关系呢?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讲一个故事,就是东晋之后呢,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僧侣叫知秦,就是世说新语叫知法师,或者叫林公,因为他叫知秦林, 他就是浩志秦林,他怎样大家认识东晋呢?就是王羲之大家认识啦,谢安都认识啦,是不是?他原来呢,他是跟他们呢,大家是可以在清谈道呢,可以交手的,话说呢,就在世说新语呢,有一次呢,这个知秦呢,就怎样说呢?就找王羲之,王羲之呢,见到他,他又不想跟他讲的,但是呢,他死都拉着他,不行不行不行,你一定要跟我讲,好了,那我就说好了,为了应酬你,既然来到,那就要讲啦,那就说啦,说吧, 哇,说到他呢,就是呢,哇,就是他,就是他,就是说他,就是说他严寺很华丽啦,跟着呢,王羲之,哇,这个人真是,气尽神朗啊,就是赞到他,哇,天上是有地下霧的,那你想想一下王羲之,你知道王氏,是东晋,或者是讲的,是俊南非朝,是一个大族来的嘛,哇,这个大族,他居然都很欣赏这个僧侣,就是讲的清谈的内容,那证明他讲的道理呢,就是我想側面去讲一件事就是, 当时为什么佛教可以传播得这么快,特别是上层的知识分子呢,最主要的原因,最初因为这个外来思想呢,他一定要依附中国的本土思想,譬如当时的王老之术,甚至乎玄学,那这个资秦南呢,他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他因为呢,他懂佛教的道理,佛教的道理呢,于是你就知道,你清谈呢,有一个标准,刚才我们说了,就是要推陈出身的,有时你讲讲人家的论点都讲了,那你在哪里找一些新的论点, 佛教就有些道理了,于是这个资秦南很聪明,他是怎样呢,他将佛教的道理转一转,就变成了玄学的道理,将玄学的道理转一转的概念,就变成了佛教的道理,那听到那些人,哇,你这厉害啊,谢安甚至乎,在细说新语,有一次有个人叫欺超,他就问他,喂,如果这个资秦和那个叫做鞋康,即是纵临清,这两个人,那谁比较劲一点啊,那谢安说,啊,真是好, 可惜谢康就迟了,如果怎样说呢,我都觉得谢康真的比不上他,哇,真是你想想这个,关公大战岳飞,根本是两个不适合,两个不同适合的人,但是怎样说,谢安都很高度肯定这个法师说,那我讲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你看到他这个法师就是突破了作为争类的角色,他懂得利用佛教道理,是和知识分子一个互动,那我相信这个就是为什么在当时是上层事, 知识上层的所谓的精英阶层,为什么佛教会那么兴盛呢,就主要是因为佛教有的东西就是本土宗教,或者是儒家思想,他没有,因为佛教讲人生,讲宇宙,讲圣灵,讲本性,那这一些你儒家的思想,大家都知道儒家的思想是说的了,那就变了就是说,这件事就是很吸引一些士大夫,哇,想不到原来有这些东西,我们以前是没有看过的,是的,那我觉得就是这个, 为什么他全部都这么快呢,虽然你刚才小毛你讲过外界的环境,那其实内部呢,其实就是因为他的思想太丰富了,而中国正正就没有这个思想,那么他补充了这个空白,嗯,我们讲的原学,很空谈,其实是很儒家的一个角度来批判,没错,因为凡是不是讲现实和现实政治有关的东西,就似乎好像是空谈,好像是很原学那样,但是原学他,刚才Suka提到, 佛教的元素加入,不是正正使得可以讨论的话题,可以讨论的方法,甚至乎是词汇,丰富了多少,你想想一下宇宙万物,可能是自然,可能是人生,甚至乎是今生来世,这些话题,是多丰富,多无限,是的, 刚才Suka讲了一个很令我觉得很吸引的一个话题,很吸引的论点就是什么呢,我们一直讲很多宗教的时候,跟所谓上层的结合,很多都是跟皇室成员的结合,是吧,就是他跟皇室,譬如说他要成为国教,他被皇帝所,我只要信奉,那其实他才有机会去发展这个讲章,但是佛教的故事呢,很多呢,所谓的上层都是跟知识分子有关,譬如刚才我讲很多,就是禅宗, 我们知道在禅宗和中国的知识分子的阶层之间,很多的结合在这里,但是Suka也都讲了,那个话题可能更加早,在禅宗未落实之前,或未出现之前,其实和魏晋的士大夫,其实在佛教对魏晋士大夫的吸引已经在这里,佛教 somehow,某程度上,好似天生和中国的知识分子之间是很大的结合,每一个朝代都能够结合得到,每一个朝代的人都认为,哇,佛教没有一定,是吧,就是想想一下,就是他跟正华那个, 有几个重要的知识分子比较,如果一个僧侶是高于他们的话,其实摆在那个位置是相当之高的 是的,他的评价很厉害,还有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除了看他那个清淡的切入点,就是他说,除了是一个意识形态,或者是一个思想,纯粹思想的交流,会不会还有一些很密质的决定,就是比如说,僧侶为什么要打入这个知识分子的市场呢? 就是除了他们本身是要传教之外,譬如会不会还有其他的考虑,譬如说,实的的的,我是不是黏着这帮世家大族,我就有饭开呢? 有没有这个市场的考虑,就是比如我们,我们看宗教的发展,就是我自己看道教,道教之所以可以系统化,其实跟佛教传入中国是有密切的关系,就是会有些宗教之间的,可能市场上,我们会欠一个市场上,就是真理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关联,有没有实际考虑? 其实小毛,你说得很对的,因为为什么呢?特别是东晋,就是因为他们由北方走到南方,他们没有自愿,他们一定要投靠这些世家大族,就是作为他们食客,还要说话说得叻,你得到他们欣赏,才可以能够有明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知识,甚至乎去到晋哀帝,他甚至乎很欣赏他。 所以你看到佛教的僧侶在那个时候,其实是发挥了一些叫社会的功用,传播了一个佛理,用了一个很哲理的方法,令到知识分子老挖他们的欢心,我觉得是这样的。 还有经济,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如果他们,你始终要地盘,就是如果没有了寺院,那你如何去传播这个宗教呢? 所以有幼稚园就一定有,正所谓,去到那些世家大族,他支持你,那你才有这样的机会。 所以佛教的故事,我们下一节就会继续讲下去,我们可以想想这一班的所谓争女,之后下一步又怎样做呢? 各位观众好,回到第三节的历史是今晚。 刚才我们讲了很长时间的关系,魏晋南北朝清谈和佛教传入的关系。 里面讲到,清谈里面需要一些很高深,很有意义的谈知,就是谈话的原料。 而佛教里面的哲理,对人生的理解和对心性的理解,很多时候对食正了那两个知识分子的追求。 所以佛教在当时已经获得很高的评价。 佛教之所以在魏晋南北朝那么兴盛,经典的说法就是说到当时是很多战略,百姓很辛苦。 所以有佛教这样出路,让他们心灵可以有个补偿,有个满足,起码可以盼望到来生。 但是我们也要看在知识分子的世界,士大夫的世界,当时,刚才小姆都提到佛教他不只是哄君主欢心。 他其实是满足到那些知识分子的士大夫他们的追求,可以形成这场。 但是也有个历史的或者政治上的条件,首先就是黄色的权力不是很强。 当年的士族他们的力量很强,尤其是在东晋南渡以后,就需要和很多那些世界大族合作。 而那些世界大族又不是只是一个黄色的,他们很多大的家族,他们本身是很有权力的。 而他们可能对于清潭,尤其是对清潭里面谈论到那些佛教内容有兴趣的话,其实都是可以导致到佛教可以在这个位置发展起来的重点。 但是我最想说的是什么呢?魏晋之所以可以在佛教那么兴成呢? 最大的原因就是当时没有所谓正统的思想,或者正统的概念不是很强烈。 你想想我们后世对魏晋清潭的批评是什么,说他们崇尚空谈,崇尚空谈是什么? 不讲政治,不讲怎样改革,讲宇宙,讲真理。 但是可能我们要去发展宗教,或者可能更高阶的思考,不是要在这种自由度,没有这个权威。 但当他们骂魏晋的时候,就是说他们崇尚空谈。 但我们赞魏晋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呢?清末文错,赞魏晋。 大家都知道老讯,不同的人,都说魏晋的时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自由的时代。 虽然是生灵涂炭,很多的问题。 但是在这些问题之下,那些人有反省。 他不会因为经济很好,顺利,汉堂,武功很强,没有反省是没用的, 最后一些事情出事。但是魏晋在这样的反省时代, 直到直接老计之后,中文化的一些解放,和一些众多的爆发,就在这段时代里面产生。 因为清末为什么不重要呢? 其实它就是一个转捏点,当我们讲看漢学,就是讲独尊余述, 就是董众主独尊余述,讲段章取经, 那去到,我们讲,大家都知道宋学,对不对? 其实这个转捏点在哪里呢?就是在清淡。 它有这个,就是怎么将思想再包容兼促呢? 那你其实是一个,你从历史的一个脈絡, 其实它是顺着,才会引申到宋学的开始。 所以其实这个时期,现在,好像刚才所说的, 很多时就是,不同的人,或者不同的时代, 对这个清淡,有时会有一个负面的标签, 有时会有正面的标签。 就好看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是怎样的, 有什么关系。 譬如我们做文学,文学的时代,文学里面, 魏晋是一个非常之厉害的时代, 也都是文学批评里面最关键的时代, 因为文学这两个字,最宽阔的,最广泛, 和今天我们来讲现代艺术里面的文学相关, 就是魏晋南北朝,这些的时代, 这个战乱的时代,里面才要产生。 我们看回中国文学,其实佛教的重要性实在太大, 就是可能就是魏晋这个位, 我们看到很多佛经,或者一些佛教的用词, 开始被中国化了,然后放入中国文学里面, 然后就随着这个文学发展的长河, 可以一直附托在这个文体里面, 作为一个载体,再传承下去, 到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 其实佛教如何彰显了他的角色, 在这个中国文学里面, 在魏晋是否这么重要呢? 是啊是啊,因为大家都知道, 有个叫做汤永彤先生, 其实他说魏晋, 士大夫和佛教结缘有三个界面, 第一个界面就是文字, 第二个就是玄学, 第三个就是说生死畏惧, 所以其实你看小毛说, 其实很重要, 因为我们说现在中国的文字, 比如说般若,宇宙,世界, 你看这些,这些字从哪里来的? 全部都是佛教的, 佛经, 是的,没错,全部都是这些, 所以你看到就是, 其实佛教的思想是很重要, 令到士大夫提供了一个精神的保护, 给士大夫去取用, 即是无论你是不是一个, 真是他的信徒都好, 我们用一个例子, 譬如借灵魂, 可能这里有一个图, 我也是在网上看出来的, 我不知为什么, 大家都可能教书有印象, 即是我们中国的画, 都好像一模一样, 大众的样子, 大众的样子, 这些是大众的, 曹操也是这些样子, 其实每一个都是这些样子, 每一个都是这些样子, 不是,这些画一样材有限制, 还有我们中国, 从兵卖用开始, 都有一个赌模制作, 大量生产, Mass Production, 所以将不同的元素, 可能砌在一起, 变成一个人, 或者可能同一个演员演的, 然后讲一下邪灵魂, 邪灵魂, 你看到他是两个朝代的人, 他生于东晋, 但是死于南宋, 宋文帝, 他被人弃士, 南朝宋, 就是弃士于广州, 他本身, 他是一个世家大族, 謝氏是一个世家大族, 他的謝氏家族, 由曹擬的时候, 去到晋朝, 然后大家都听过, 謝安謝石, 肥水之战, 去到他的世系, 其实很多人是做官, 他自己本身, 其实有接触天资道, 有瑜伽经典, 他又熟, 而且他又如何, 他由佛理, 他又跟当时很多高僧大德, 其实有交往, 甚至乎, 你如果看, 为何謝灵魂那么重要, 因为大家如果读文学都知道, 他有一个叫山水师派, 其实他是开山祖礼, 譬如在唐朝大家都知道, 李白道夫, 白居易, 曼浩然, 甚至乎李白最推崇就是, 我最推崇就是灵魂, 他有首诗, 他就直接说, 所以借灵魂的影响很大, 我想说的重点是什么呢, 他其实有几首诗, 有很多佛理的思想, 例如讲空, 讲佛性, 这些跟当时的所谓的波也裂盘, 这些所谓的裂盘经的思想, 其实有很密切的关系, 我想说的一件事, 其实这个不正是偽进南北朝, 其实中国历朝历代, 佛教的寺院和士大夫, 其实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 那这里呢, 其实是, 你见到他们是, 将佛庙作为一个社交的公共空间, 甚至乎喝茶, 写诗, 甚至乎他会跟当时的僧侣, 唱谈佛理, 为什么呢, 因为可能是政治太过繁琐了, 或者太多压力了, 他需要找一个地方释放, 淨化心灵, Suga的意思就是说, 我今晚去寺院抱的意思, 就是我今晚去release, 没错了, 这是一个好的选择, 释放自己, Buda California, 去寺院那里, 可不给瑜伽最多的批评是怎样的, 通常是, 男男女女, 可能是, 前夜在那里,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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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有救病的地方, 是, Azuga刚才提出一件事很重要的, 我想, 这件事, 和我们后来理解宋学的产生, 关系密切, 就是可能, 你想想, 他是瑜伽出身的知识分子, 然后走到寺院里面, 去参透这个佛经, 而佛经, 佛学里面的那些, 对于宇宙起源, 或者是对于我们对往生的那种, 这样的憧憬, 或者对现世的态度, 其实是会对, 是很大地冲击到我们本身的瑜伽, 然后这些这样的元素滲进去, 再加上后来我们本土, 产生的道教, 就形成了三教合流的那个根基, 所以去到徐堂的时候, 我们才会慢慢见到, 以宋学开始出现的滥伤, 令我想起一个故事, 就是我自己做韩国士, 在这个高历末年, 其实都经历了一个时代, 就是由这个高历的佛, 开始慢慢进入这个, 他们接受了这个宋学, 性理学, 其中有一位很重要的儒家代表人物, 叫李诗, 李诗这个人很有趣, 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性理学家, 但他晚年就在一个佛子里面, 去参透这个性理学, 因为他发觉, 其实性理学里面, 有很大的一个元素就是佛学, 所以他最后他晚年的人生, 其实在一个佛子里面度过, 但其实我们都知道, 高历末朝先初, 就在经历一个, 崇余排佛的过程, 但他作为一个余生, 他选择在一个佛子里面, 去理解余学, 我觉得这件事就很, 都花回到这个历史舞台, 就像艺术的时候那样, 他奠定了那个基础, 容让我们知道, 后来以宋学, 究竟会出现的濫伤, 那个点究竟在哪里, 所以刚才Suga说, 艺术那段时间, 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 是很对的, 李诗莫真是很对的, 例如, 我想很多点, 从实学去想起, 尤其中国事底部, 很多人都会去讨论这些事, 没错, 发展到明朝, 譬如, 明朝很多渔家, 活相之间, 他们在辩论的, 就会指对方是近禅, 是近禅, 朱子学的, 可能就会觉得, 即是杨明学, 很多后学是近禅的, 那这个话题, 究竟他是不是有些禅宗的内容, 即是禅宗我们看, 究竟是什么回事, 我们待会再说多一点, 但是这个, 对于禅宗, 或者对于宋学, 可能受着佛教一些很重要的元素的影响, 我想我们不可以低估, 在整个中国思想发展上面很重要, 并且我们可以理解, 如果由漢朝, 到宋朝之间, 没有佛教元素, 加入到中国文化里面, 我们中国可能只是有一些民间宗教, 没有系统的宗教, 以及如学, 可能只是讲现世政治, 只是讲我们怎样去管治百姓更好, 你想想我们整个中国文化的内涵, 是会少了多少, 刚才我们开头, 就是讲到白鞠益那首诗, 那首诗里面, 其实它是讲梦境, 就是梦和人生之间的关系, 但这件事呢, 不是佛教才有的, 就是南摩一梦, 比较古代的, 装装梦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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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怎样会跟禅, 就是会跟佛教佛理拉上关系,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详情我们不想讲, 但是呢, 佛教的元素加入, 是让中国既有很多文化, 是文学的, 哲学的元素, 重新是去连结起来, 就是去给知识分子去思考, 不是有既有的答案就算数, 还有刚才嘉齐讲到禅宗, 卓言都提到了, 我又立刻想有一个问题请教, 佛教我想最大的问题就是宗派, 比如我们知道有法相, 天台, 华言, 律宗, 禅宗等等, 都是对于整个东亚社会的影响很大, 其实我们怎样去理解会比较容易一些, 就是佛教的各种宗派, 它们的连结的背后, 怎样去展现, 譬如佛理, 究竟他的面相, 你向普通人说, 基本的宗派你会怎样? 其实基本上有十个宗派, 但是那个规模, 某一个格局就是唐朝来定, 但是之前继续, 不时其实各个宗派都有, 譬如哪十个呢? 譬如说, 有天台宗, 有禅宗, 有律宗, 有花言宗, 那个华言的化言宗, 接着呢, 有成神宗, 三论宗, 接着有密宗, 接着还有什么呢? 另外有两个宗派, 就是会再在唐朝那里发展的, 不过想说一样东西, 其实去到现在, 我们真的在香港见到, 其实主要有两个, 正土宗和禅宗, 香港的情况就更加特别, 因为49年之后, 天台宗在香港的影响, 很厉害的, 是的, 大家可以知道一下, 大概的宗派, 如何构成。 是的, 可以想想, 有何时焚香摆佛, 何时就要思考人生, 各种各样的宗派背后, 就是负担不同的理由, 那你想想, 如果知识分子, 向着瑜伽的方向走, 硬行走不到的时候, 没有了佛教, 给了一个缓冲大家的时候, 那大家知识分子, 又何去何从呢? 回到第四节的历史, 我们今天就问佛了, 通过我们讨论佛教, 佛学等各种的东西, 都叫苦为我们迷逃的心, 你迷逃, 我嘴唆, 有苦, 人生是苦的, 你试味到苦, 你才可以离开苦, 是的, 第一步, 了解人生是苦, 就是我们任佛的第一步, 没错, 不是那么容易的, 师主, 义苦哪有那么容易的, 慢慢去问, 问得道的Suga, 烦恼就是菩提, 如果我们没有烦恼的话, 你怎样去静你的佛性呢? 对, 是很重要的, 一个循环, 我们先了解, 所以我们说, 不同的中派背后, 就是所谓的不同的一些思考方式, 佛教的进路有很多, 有不同的思考方式, 有很多种成佛的方法, Suga想问你, 就是不同的这些进路, 其实有没有一些大的方向, 可以跟大家谈谈一下? 我说两个, 现在香港比较流行, 一个就是禅宗, 另一个就是正土宗, 为什么他们流行呢? 因为他们的传教方法, 简单直接, 你知道我们这些民间的老百姓, 就是街坊的老人甲月炳, 其实你简单直接, 你就入路了, 这个很简单, 全教最重要是这样, 所以譬如说禅宗说什么呢? 就是我们说什么? 就是要突破语言文字, 接着直入这个本性, 直至本身, 这个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六祖惠仁, 大家都知道六祖檀经, 但是去到这个, 其实禅宗的那个, 特别在唐朝以后, 去到明清, 甚至乎去到现在, 其实是大胜的, 跟那个寺院的经济, 都有些关系, 是的, 但是禅宗的特点, 就是他, 其他我们讲到的, 那些重要佛教中派, 都是根据经典来到去, 就是佛教的重要经典, 建立的, 但是禅宗最主要讲的是全心, 就是不是去看一些佛经, 然后去误道理, 然后就是透过内省, 透过可能和人的互动, 或者是和自然的互动, 来到看到一些重要的真理, 令到自己感悟, 这个是一种离苦的方法, 但是刚才苏格, 你提到正土, 正土的特点又如何? 正土更简单一点, 他就是念阿美陀佛, 因为本经就是佛说阿美陀经, 他说这个世界, 就是说在西方有个叫阿美陀佛, 哇, 他的世界真的很美, 怎样呢? 你去那里, 你是有什么就有, 有变什么的, 又有, 你想想象到什么情景的东西, 他都会出现出来的, 那这个世界呢, 你也都会, 就是我们讲裂盘, 佛教讲最后, 你又要裂盘, 利苦得乐要裂盘, 那这个世界, 你不用回来, 回来的, 就好像基督教所说的天堂, 就是这个西方正土的世界, 就是你在那里, 开心到, 不想回来的, 你也都不需要再去, 受轮回的知苦, 所以这个阿美陀佛, 因为简单直接, 就是念四句, 南无阿弥陀佛六句, 或者是南阿弥陀佛四句, 念了之后, 阿弥陀佛, 就是你死的时候, 即是离留的时候, 它就会接引你了, 我们所讲的西方三乘, 就会接引你了, 你就会去到阿弥陀佛的正土世界, 这个就很直接的, 很棒, 简单, 方便衝敬。 在正土中的特点呢, 就是跟其他佛教中派有些不同, 其他佛教中派就强调个人, 如何去殖滅, 离开这个轮回, 但是正土就是说来生天堂, 就是去到一个天堂的境界, 就是有些学者会研究, 会不会是基督教, 或者跟其他在中亚的宗教的互动, 令到正土去产生这个简方便法门, 正土的影响呢, 就是我们见到很多寺院里面有三座佛像, 为什么有三座佛像, 就是过去现在未来, 未来佛就是美立佛, 或者其他不同的宗派有不同的叫法, 正土里面不同的派别有不同的叫法, 但是重点都是未来一个天堂的世界, 究竟天堂是怎样来的呢? 可能是一个被动力去被人接引, 但也可能是现世建立, 导致有些百年教, 或者其他有些宗派可能会再去推荐, 那就是佛教我们见到, 其实我们理解只不过是, 他的方方面面里面其中很少的面相, 我们刚才讲到阿里陀佛, 南无阿里陀佛, 是四个字还是四句? 四个字, 即是阿弥陀佛, 很简单, 是四个字, 即是勤念就可以了, 是呀, 你想想一个不识字的人, 他念阿弥陀佛, 每天念, 你是不是很容易离腐得落, 所以他传得很快, 亦都现在大家会看到, 今天阿苏陀佛讲到佛教, 就是我们看到宗教有趣的地方, 可能这个世界有很多宗教, 但是不同的宗教, 他们都有一个很重, 有若干相似的关心命题, 譬如我们人本身的本质, 世界怎样来, 循环, 我们看到循环最重要, 刚才阿加琴提到, 我们可能连佛像, 它都是象征着不同的意义, 譬如令我想起, 可能普罗门教, 三大主神, 即是印度教的三大主神, 凡天就是创世, 皮塞奴就是维持世界的秩序, operation, 还有就是失婆, 破坏令到重流生, 然后回到去, 我又想起, 佛教都会讲这一件事, 即是轮回, 我们会讲我们人生的, 对往生的憧憬, 1921年有本书, 我觉得都很值得在这里讲, 就是梁秀明斯坚写的, 一个东西文化及哲学, 它里面有个论点挺有趣, 它当时在处理文化问题, 它说, 各个民族有一个叫WILL, 它用WILL来形容, WILL, 即是民族的意愿, 它说一件事很棒, 它说东西文化, 两种文化, 三条巨柱, 西方文化当然是基督教, 东方的文化就是佛教, 和我们中国的儒家, 他说从这个角度设计, 看三个民族, 西方人如果遇到问题, 它就会overcome它, 中国人遇到问题, 就尝试和它并存, 佛教是最高, 遇到问题是忘记它, 而且从而引申就是, 中国人的关心点就是现世, 西方人的关心点就是, 我们如何克服和征服治疑, 佛教最厉害, 他关心的是往生, 将来, 很高的境界, 我刚才教了普罗门教, 其中一个有趣和有趣的就是, 他那些主神, 有几个主神, 其实是没有分对错, 正邪或善恶, 他几个时间是一个很善良的神, 都是一个最邪恶, 最邪恶, 最恐怖的神, 所以那一点就是, 命运或人性的起点, 或者我们用卡牧或叶, 种种的东西, 其实是两样东西在一起, 在这个东西里面, 佛教和佛教的起点之间, 很明显看到, 有个关联的, 他们的想法有个关联, 但是进入中国之后, 可能就变得很慈祥, 这个可能是中国对于佛教的, 其中一个重要的转发和转变, 刚才Suga你提到, 香港最受欢迎是正土和善宗, 香港的佛教又是怎样的情况, 香港其实这一百年, 它的发展的进路, 其实因为它都是, 我们说中国大陆的一幅福地, 所以其实它和广东或者岭南的佛教, 其实很有密切关系, 大家都知道1949年之前, 香港是一个自由而动的社会, 随着不同的年代, 因为主流的中国大陆有什么不同的变化, 它就会有很多争虑传过来, 但是最主要的分岁在哪里, 就是1949, 很多大陆走难下来的人, 包括一些法师都下来, 这个影响了整个香港佛教的面目, 因为最初之前, 1949年之前, 大家都住在大婴山的茅棚, 正修, 规模没那么大, 而且就比较松散, 没有组织的, 通常可能是正土或者是禅宗, 就比较流行, 去到1949年之后, 就因为大陆下来的法师有很多, 其中影响最大的中派就是天台中, 就是我们说香港佛教来说, 有几个著名的高僧大德, 其实都来自天台中, 比如说葛江法师, 永生法师, 他们都是天台中, 香港有几个我们说的很大的字员, 比如保林, 或者保林寺, 或者大家都知道保廉善寺, 保廉善寺, 其实它是曹洞宗的, 所以比如说, 有一个叫官宗寺, 它是天台中, 譬如说, 荃湾的西方寺, 它就是正土中, 所以其实你看到香港, 因为香港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它是一个全世界, 或者亚洲地方, 或者中国大陆的一个中心点, 所以台湾, 甚至乎尼泊尔, 印度, 藏传佛教, 或者是南传佛教, 他们都在香港会设立一个道场, 所以香港是因为一个中心点, 所以你会见到在香港现在, 我们说的一个叫佛教的警卖, 其实你会见到有南传的寺院, 亦都有藏传的寺院, 亦都有汉传的寺院, 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因为香港的地方小, 就是传土赤金, 很多寺院, 就会在大厦里面有一个道场, 在都市里面, 因为大家, 即是好像鸭花文, 然后一旦开门, 原来就是一个道场, 是的, 有一个佛堂在里面, 拜佛, 所以这是一个特色, 当然之前如果条件够, 他们很多时候就会在一些叫做, 新界的地方, 譬如我们说大嶼山那些, 就会有茅蓬, 慢慢茅蓬, 慢慢收下收下, 就变成一个现在大家看到的带子, 这样的, 所以香港现在号称, 就有一百万的信徒, 我做过一些研究, 我说这个数字哪来, 因为以前在佛教联合会做, 我问过老板, 这个呢, 因为我们那时候, 新闻署问我们, 因为大家知道新闻署, 会有个风俗简介, 会讲佛教, 我们要给个数字, 他就说一百万, 那我说这一百万怎么来的, 他就说, 他就不自可否了, 不自可否, 接着我真的很认真做一个研究, 原来不同的年代, 有学者做过研究, 其中两次, 港大做过一些叫电话访问, 其实估计, 去到九十年代, 那个黄少林他们做过电话访问, 大概是七十多万, 按这个道理, 就是佛教图的数目, 只会增多不会减少, 就是这样的, 真的有趣, 这个佛教图数量估计, 其实之前我们一起去韩国, 是的, 我们都谈过这个问题, 我们说, 譬如, 其实我是基督徒, 我会谈自己, 我是基督徒, 但是我是佛教徒, 很多时候, 我会很强调, 不会特地去标签, 他会说, 你问我, 你信不信我, 我信不信我, 是佛教徒? 我不知道, 有没有入会表格? 他要调度, 你才是佛教徒的定义, 我是和尚, 我不是, 所以这个, 我们的定义, 其实你有个归医症, 但是, 例如法师, 他剃了法, 他有个戒叠, 是不是? 但是, 我们, 起码佛教联合会, 他是有一些数据, 但是这个数据, 不齐整, 所以呢, 也没有做过一些科学的分析方法, 而统计处, 就是政府那里, 也没有做这个统计, 那你刚才说的现状, 其实中国大陆都是, 因为我在大陆读书, 他们都问, 你是否佛教徒? 我不是的, 但是你是不是在家里拜神, 拜观音, 是呀, 你这样问, 会有人回答你, 所以看你怎么问这个问题? 我觉得整个面脈就非常大成, 就是感觉上, 就真的很普道众生, 就是我们不需要, 是不是真的对佛经, 有很奸, 很高深的了解呢? 而是真的我们心中信了, 所以, 禅宗那个面相, 可能就很在这个方向呈现出来。 不是, 佛教呢, 其实对我们在中国文化的影响, 大到一个地步呢, 我们可能, 就是今天很少去想, 那刚才我这么提到, 就是很多男男女女, 其实佛教, 中国最重要就是很多女性的信徒, 而女性信徒, 为什么会那么吸引呢? 就是佛教里面讲众生平等。 这个我觉得佛教对我们影响很大的地方。 是的, 所以我们说佛教, 其实如果我们摊开来说, 在中国的世界里面, 其实有很多事件, 都和佛教有很多众多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讨讨论一次, 感谢观看